现代人为了生活 常常需要在高工时高负荷的环境下工作 但是在这种工作环境下 却造成了一种现代普遍的文明病 我们称它为过劳 因为工作过劳导致死亡 过去社会难以想象的情况 却在现代社会越来越常见 学业的部分在高中的时候给我蛮大的压力 因为毕竟我父学不好 然后家人又很要求我的成绩 所以那时候我觉得压力蛮大的 过劳这种在上班族中常见的症状 在都市文化里面屡见不鲜 事实上不只身体因为疲惫而产生过劳 心灵也一样会过劳 许多上班族为了加班兼差而心理交瘁 除此之外还要面对职场上的人际压力 使得身体不只是因为工作而变得疲乏 更可能危害心理健康造成了心灵过劳 比方说工作啊学业啊感情等等的状况的话 就可以下到一个忧郁症或焦虑症的一个疾病的范畴 近年来工作过劳的防止日切受到了重视 然而心灵过劳却很少有人关注 但是事实上心灵状态的稳定也是造成健康直肠的一环 对于过劳造成的心理疾病 民众可能会轻护它导致病情逐渐严重 有些人可能会去医院找专业的医师治疗 不过延伸出来的职业灾害问题 往往不知道要找谁来求助 现在我们临床上比较多的是希望说 如果这些情绪或精神症状已经影响到 你的生活的状况的时候 我们可以及早的来协助 然后帮助自己生活回到自己原本的状态 对于心形态常见的文明疾病 民众应该培养正确的媒体试读观念 平常应该要注意正常饮食及运动 保持良好的生活作息来适当疏解压力 如果有不寻常的症状 应该寻求专业医师或心理医师寻求改善 以避免超过治疗的黄金时间 记者洪慧珍 陈维卡 高伟龙 高雄下场报导